科学数据显示,接种新冠疫苗一段时间后,抗体水平会下跌 打第三剂疫苗会加强保护、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11月11日起,两类人士可优先免费打第三针 第一类是免疫力药人士,例如癌症病人和器官移植病人 要在打第二针后最少4个星期打第三针 第二类是较高感染风险人士 包括60岁或以上长者和医护 他们打第二针后,最少6个月才可以打第三针 市民可按自身情况和医院选择打科兴或服必态 合指甲人士可上网预约 在疫苗接种中心拿职日酬 去公立医院接种站或私家诊所打第三针 便宜病毒株全球施药 特定组别要尽快打第三针,为自己增强防卫 还未打针的不要再等快打疫苗保护自己 所以必须一emsrem